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1月22日至1月28日 在维园年宵摊位31至32号和大家见面 届时将会有以下物品发售 集击梁振英 年宵价268元 集击梁振英限量版水杯 年宵预购价88元 集击梁振英T恤 Cutson首规版 单见售价180元 蜜通斐梅我是香港人T 150元 蜜通斐梅蓝色版 150元 普罗T恤新版 150元 蜜通斐梁振英 年宵预购价88元 蜜通斐梁振英 年宵预购价88元 蜜通斐梁振英 年宵预购价88元 婚姻有迷惘的态度,既然迷惘都要求出不同途径去预知 男女之间对感情,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特别有一种憧憬 以我将来的伴侣是怎样的呢? 如果比香港,一般人说他有钱是没有钱,对吧? 又或者他身材样貌如何呢? 理论上这些事没有什么实际的数据 理论上他不会说将来我男朋友或女朋友一定有多少钱 但真是蒙蓬的就是有没有钱,或者是生活会不会比较安稳 是吧?应该是此其一,第二就是主要是容貌 那方是角眼,很难说是很主观,很客观的描述 你说年轻,他说不年轻 第三就是身材,身材又更加难去说,譬如你喜欢肥 或者喜欢瘦,什么叫肥什么瘦,大家都有不同的定义 那你不会说很准确,我要个女朋友三迷是多少 那这个就没那么具体化的,是吧? 没那么具体化的,是吧? 那通常,佑靖师他说,尼得你问你的朋友 会不会都是一个很朦胧胧胧的,大概问一些很普通的问题 如果以桃花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来问的人 就会迷惘了,关于他寻找那个桃花,究竟是说他的爱情 还是他的婚姻 其实两个其实是有分别的 就是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 因为如果我们说八字来说呢 就是如果原学角度来说呢 在八字来说呢,从我们的八字里面呢 是可以看到你那个配偶,大约那个形象 或者那个面貌,或者那个特色是看到的 但是其实就是说,你的配偶是这样 就并不代表你现在喜欢那个是这样的 这个要搞得很清楚 因为呢,很多时候那些人来问呢 就是这个是不是我的正元? 我都不理解他所谓的正元那个字是怎么解释的 因为,如果回到原学角度来说呢 在古代来说,女士,尤其是女士 他结婚的时候根本是不到他主宰的 根本就是由这个父母去帮他编排 或者是媒人帮他编排 根本他老公的面貌都没见过 所以他就不可以寻求说 什么叫正元,什么叫爱情 他都不知道 那么现代人就不同了 现代人呢,他就追求就是说 他有个想法就是 我的婚姻应该是很开心的,甜蜜 又或者是达到我的要求 这样 带来看就是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理想来的 理想来的 我在讲《玄学桃花》之前 其实我想起 在《苏格拉底》其实有一个寓言 他曾经讲过关于这个爱情的 曾经学习他叫一个人去树林 问他什么叫做摘棵树 是去杜田,摘棵树,摘棵树 他就说你去摘棵树米是最好的 但是只可以摘一次 也不可以回头摘 那你摘回去 那你摘回去吧 那人摘了之后 走完之后 他摘了一棵树 摘不到 那人问为什么 你摘不到的呢 他说我想摘的时候 我心想着前面还有一棵树好些 那其实呢 终于他不敢摘 去到尾的时候 去到夜,黑了的时候 他一棵摘不到 那苏格拉跟他说 这个就是爱情 爱情呢 其实就是理想化的 你永远追求一个好的 其实永远都是无忧 无忧子去追求不到 那你说这件事 我自己有亲身的间接经验 因为有些特别女性 特别是香港的女性 当那个条件很好的时候 摘偶反而很困难 困难的原因 因为他选择都觉得不合心水 所以选择到很想结婚的时候 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刚才我说到那个人就是柏拉套 就是苏格拉就叫柏拉套去摘那个道天 就是说 就是那个黄五道就是说 你 这一件事就是爱情 因为爱情其实是一个理想化 是无尽的追求 无尽的追求 那么柏拉套就经过这次之后 他就再问 苏格拉套再跟他说 那我给你一个考验 这次一样 你去这个树林里面 斩一棵树回来 同样的规条就是 你走了去之后 你是不可以回头的 你只可以斩一棵 斩一棵树是最适合做圣诞树的 过了一晚之后 那柏拉套就拿一棵树回来 那棵树其实就不是很漂亮 那苏格拉套问他 那为什么你选这棵树呢 那柏拉套说 我受过上次的教训之后 我见到一棵树差不多好的 那我先斩出去 我怕到时园不回 那苏格拉套就说 苏格拉套就说 这个就是婚姻 是的 婚姻就是要经过平衡 一个理性 一个妥协 去达到一个理想 所以可能不是最好 但问题是 如果你追求无忧子的话 你永远达不到 所以他就这样去看婚姻 以后方圆课来说 也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呢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 刚才你说的例子 越漂亮 或者越有 条件 他会选 他会觉得 我是有条件 我还会遇到一个好的 但是时间不等你 那当你去到尾的时候 你会心急 所以呢 其实就是 大家追求爱情 那个甜蜜 那个理想 和实际的婚姻 其实是 要作出取死的 是的 所以 我现在所要 说什么之外 在玄学角度看回 你的配偶是这样的时候 你可能想到 哪里是呀 实际上就是说 其实呢 可能你未遇到 或者你将来的配偶是这样的 和你现在的要求 可能是未必一致的 嗯 我明白的意思了 意思就是说 你真是和那个人结合 很多时候都不是 你理想的 心目中的对象 这个也都很 很现实 我自己都是 基本上都是 所见的婚姻都是如此 你说见一个 大家见忠情 跟着白头到老 都 大家死那天 都是觉得这个真的 我告诉你 万终无一 是 万终无一 这个就是万终无一 所以呢 我想如果说 从一个成长的心理学来说 就是你年轻对这个爱情的憧憬 是相当之浪漫的 是 但是当你过了这段时间 你对婚姻的要求 就很现实的了 要实际考虑了 要有妥协了 要有理性的分析 要有平衡 要有理性的分析 要有平衡等等等等 如果你刚才说 就是说 其实那个玄学是看那个婚姻 还是看那个爱情的呢 如果以玄学的角度来说 我们就是说 洞房花烛 就是 现在 我看到的 你问我 什么时候是正缘呢 其实我是很难回答你的 我只是告诉你 你什么时候 就应该会有性关系 这个可以看到 第二次就是 你将来的配偶 那个样子是怎么样 什么情况 都会看到的 这个就会 配合你将来的配偶 这个呢 如果你以结婚这个条件 为一个叫正缘的话 你的配偶是可以说到的 但如果 以爱情开心的角度来说 我说的配偶 那个条件 就未必 适合你现在 简单来说 就是说 以玄学来说 应该不是看你 那个爱情的目标 是的 我想问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那条件事实际是配给你的 就是 那个八字 那个八字 里面的一声 就代表了 你的配偶 其实是什么形象 是怎么样 它已经定了给你的 这样的 但是 你爱情追求的东西 可能是浪漫 但是最终不是陪伴你一走到尾 我用社会科学的 比较现代的科学 去传选这种东西 刚才你说的八字 就是配偶 其实是一个社会关系 是 社会关系的意思就是 你在这个社会里面 谁跟你共同承担一个角色 是 没错 可以这样讲 配合一个对角色 你如果说 你说爱情歌 其实是一个情绪的现象 是 你见到那个人 你很喜欢 打问题 那个人不一定喜欢你 对 就是相转之后 很多不合的人 他能够配合 都没有那些体系 可能他很帥仔 或者很有钱 第一 他可能不喜欢你 第二 他可能很花心 第三 可能大家性格不合 第四 可能他父母不喜欢你 等等等等 都有的 都有情况出现 是 而且刚才Yukin师傅说到 以我自己做一些辅导的节目 原来我最初以为 这个情况在香港 不会发生 原来也不是 有些说 整一年 他家父母不喜欢配偶 可以搞到结婚第二天离婚 哇 这么夸张 就是 那种结婚的例子 是搞到他 可以这样的 所以 刚才我们说的社会关系 大家记住 不是两个人 是的 就是说你是夫妻 或者是朋友 不是你两个人 决定这个社会关系 绝对同意 因为当你结合的时候 其实你背后 是背着很多人际关系 是的 特别是所谓上流社会 是的 如果你说中产 可能那个情况 又相对比较少一点 我估计如果很基层 这件事就比较简单 因为你没有什么代价 就是负担会小一点 那个因素会小一点 你可以有很多东西放低 如果你一定要坚持的话 你可以直接下来 不叫你 但是如果你说 经济条件 或者社会条件 越强 其实这个就决定了 你的婚姻的关系 可以这样说 不是 你不信你看一些有钱人 有钱人 有钱人不是个个都 就是你喜欢接哪个 接哪个 是的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社会关系 本身 那个八字 是否都看完后面 这些社会关系 有看到它和配偶的父母 或者兄弟 或者朋友 或者是自己的儿女 那个关系 是会看得到的 如果你说融合 还是不融合 这个是会看得到的 不是 我意思是很简单 譬如说你看你的八字 一般我理解就是你和你配偶的八字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去到一个什么情况 你的配偶和你父母的关系 是 这样就决定了你那个关系如何 有些情况就是说你结婚之后 就和她 和配偶的父母 或者跟配偶的姐姐姐妹的关系很恶劣 会看得很恶劣 就看看配偶工与阅柱有没有相处 配偶工就是说我或者寄术员帮我出张图 说配偶工 我们可以去配偶工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八字里面看到的 举个例子说 现在我们先看到自己的八字就是 你的年月日时在万年历查出来之后 你的日处座下那个字就是你的配偶工 日处座下那个字 丁丑年丙五月夹臣日夹子时 那夹臣这个臣字就是座下你的配偶工 其实这个就等于你那个月处的地支 这个日处的地支 日处的地支 日处的地支 如果你的日处的地支和你的月处是有相冲或者相迎的话 因为月处就代表你自己的父母或者兄弟或者姐妹 如果你的配偶和你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相冲的话 就代表你的关系就没有了 我真的以前不知道原来这个也可以看的 是的 或者如果你说有时就说你不和父母的月处 就是不和月处相冲 是和时处相冲 时处就代表你的子女 代表你的配偶和你的子女就细成水火了 这些很糟糕 这些有时就是在配偶工去断定的 现在我看回那个图 首先你一定要懂得 因为今天讲的东西可能会学术一点点 大家首先要去曼联查了自己出生的年月日时 套完之后就找出你自己的日处是什么 这个就是查曼联的时候就查到自己 我圈着那个字就代表你的日处就代表你自己 这个夹字就代表你自己 那下面你自己坐下面那个字就是夹臣 或者戒章头的丙五那两个字 那个臣字和五字就是配偶工 就代表你的配偶 就是坐在那个位置 是 那我们下一个 你不要再问一下 刚才你看到日处的天干 这个是不是另外一个名字叫日元 日元没错 这个就是日元 日元就叫日主 日元的意思就是代表你自己 举个例子 你现在这个八字 丁丑年丙五月 甲臣日甲子时 这个甲字就是日处的甲字 就代表你自己 就是属于甲的木 就是阳性的木 一般属于阳性的木的人 如果我这样看这个八字 就代表这个人 比较高 比较瘦 因为甲木代表树木 树木是向上生长的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瘦 这些叫入形入甲 甲木是主人 甲木的人多数有仁慈之身 我还想问多一件事 因为我这段时间都去看这些书 刚才我讲个笑话给你听 我看这个日元是日本人的 我看了很久 我以为是 我先看日元的意思就是 是你自己的本命 是 就是你本身的熟悉 就是你一看到这个词 就是你这个人 主要的混情 或者你的性格 你的nature 你的本质就是这样的 是的 因为我们的五行是绝对的 就是绝对的意思就是 其实是不变的 在什么情况之下 也是不变的 举个例子 比如甲木的人 如果好的方面 他是很仁慈的 很仁慈 比较道德上 情组比较高的 如果不好的方面 因为你固守你的道德 人就比较迂腐了 比较闻塞了 一波树木 我们推它的时候 你会叫弯腰 是很难的 所以你可以判断到 因为甲木的人 是很硬的 反过来 如果你是月木的话 你是一棵草 你放它的时候 它就可以很柔软地摆动了 好的方面 如果是月木 好的方面就是说 代表你个人很容易妥协的 好的方面就是说 你是两头放 长头草 哪边人多 就帮哪边 这是好的性格 跟不好的性格 就视乎你那个日元的生旺度是怎样 所以大家一看的时候 最好看了这个先 这个就是 让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的概括性格 好了 那我们接着要讲什么 接着我们一看一张图 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 看回 从我们的日元 去看看我们的配偶 那个样貌 首先说 如果我们从我们的日处 的日支 我们叫日子座下 以及配偶星 就可以看到我们配偶的样貌 一个就是日支 一个就是配偶星 什么叫配偶星呢 就是男命的妻星 就是正财 和偏财星 女命的夫星 就是正观星 和七杀星 麻烦你记住下一张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被知 我们先讲日支 如果我们的日元 座下的地支 就有十二种 就叫做 子丑人卯 神志 五味生有殊害 这十二的地支 这十二的地支 里面呢 就可以分成三种 麻烦下一张 麻烦 首先我们说 如果是配偶 那个样貌的描述 我们从我们自己座下的分类 就有三种 第一种 就是日支下面自己座下的 是子 五 卯有 这四个星 比如说你是甲子日 或者你是丙五日 或者你是葵卯日 或者是丁柚日 或者是丁柚日 那样 这个子五卯有 又叫做四正位 又叫做四大桃花之星 那意思是代表什么呢 如果你自己的入元座下 是桃花星的呢 一 先讲你配偶 你的配偶一定是漂亮的 因为这个桃花星 一定是漂亮的 感情是丰富的 丰柔的 代表就是他的感情人缘 桃花是旺盛的 打扮是入时的 还有呢 能力也是有的 因为 而我们自己所说的 如果自己的甲目 假定自己的日元座下 是桃花星的话 这个人你自己本身 都是一个样貌控来的 简单点说 他喜欢漂亮的东西 所以他选择的太太 一定是漂亮是第一个条件 所以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八字 下面是指五卯有的话 你自己的日元下面是指五卯有 你可以判断就是说 你将来的配偶 是一个漂亮的人 你不漂亮是不会选择的 这是你的条件之一 但记住了漂亮 又未必等于那个人 和你三人相处得好 没错 有漂亮的麻烦 因为你看到就是 他漂亮的 他感情丰富 那就好人追 有些人 尤其是年轻人 他第一件事是看样子 他看样子 他不会说 我这个要端庄 或者是嫌熟 这个 在现代 我见到的年轻人 他是不会喝这样的 那第二个 第二个 除了指五卯有四之后 另外一个叫人身自害 这个叫四大长生 一般人身自害 主配偶的相貌 是中庸 中庸的意思是 不是很漂亮 但也不丑 平平均均均均 四平百均均 做事 处事是比较精明的 能量比较强 不是文静的人 人身自害的四大长生 也叫逆马星 一般 如果我们自己座下 就是我们日元座下 是人身自害的话 有机会 一 这个是外国人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逆马星 他可能是洋人 当然 以前在古代来说 很少是叫洋人 因为我们一个中国人 很难够娶一个洋的太太 或者一个女性 很少加洋的先生 以前 当你做下人身自害的话 就代表 不是跟你 同一个地区出生的人 那可能以前交通的问题 已经觉得你出了那个省 你是外国人 但是现在 如果在香港人身来说 如果在香港人身来说 我们就会演绎为 一,可能是洋人 又或者是他持有外国护照的人 就是未必是持有一本护照的人 起码可能是持有另一个护照的人 又或者是你的配偶 因为这个人身自害是逆马星 也可能就是说 你的配偶是在你旅途之间 或者旅行的时候所认识的 这就是其中一个表证 好,下一张图 第三个章 我们讲了子五卯有 也讲了人身自害 剩下的就是神殊丑味 剩下这四个地支 这四个地支 其实是土来的 是旺土来的 土的意思 就是收藏很多东西 土是收藏的 收藏很多东西 第一件事 如果你坐下的地支 是一个神殊丑味的话 第一件事 你配偶的相貌 基本上是比较简单 樸素 不是一个花费的人 比较敦厚 相貌 平实而不花巧 也不会遮掩头 也不会喷香水 不会的 是比较平平实实 搭搭实实的人 也这么说 当你的配偶 是神殊丑味的话 也代表配偶的思想 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土是藏着很多东西 在里面 代表这个人 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想的都是复杂的 就有这样的想法 即是说我们 讲话就是有点成苦 是 都可以这样去演绎 代表就是 有时 亦都这么说 有时他是 或者是 八字背后得不好的话 如果他是神殊丑味太多 他人比较迟钝 或者是比较闻塞 因为土全部收紧了 变成他拿东西不通 即不是说 不是灵巧的人 OK 明白 好 接着这个配偶星 第二就是 刚才所说的 除了在日枝之外 我们就会看回 我们的配偶星 例如一个例 蓝命 我们五行 如果日干是隔月木的话 你的配偶星就是土 如果日干五行是丙丁火的话 你的配偶星就是金 如果日干五行是冒几土的话 你的配偶星就是水 如果日干是更生金的话 你的配偶星就是木 而你的五行日干是任贵水的话 你的配偶星就是火 下一张 谢谢 刚才在那裡我想问 其实如果我们看五行 这个大家是伤生的 不是 不是 如果以男命来说 就是我们的财星 就是我们的配偶 即是女人 不是 我这个可能说错 但是问题就是 木和金有关系 是金匹木的 金匹木的 如果男人来说 就是我黑 我黑财 对 女命是 对 女命就是 官星黑我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古代来说 女人 即是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太太 是当成是我们的财物 是我可操纵之物 我操纵之物 所以就是我黑着她才可以的 嗯 反过来就是说 女命来说 就是我被我的丈夫所黑制 所以就应该是她来黑我 所谓一个正配 那女命来说 反过来就是 如果是甲热木的话 你的配偶星就是金 嗯 如果那个丙丁火的话 你的配偶星就是水 就是水黑火 但是我看这个图 我要记得很简单 就是 哪个伤黑的 其实就是一坨 是啊 没错 是这样记得 如果你说记丈夫 或者太太的话 男性就是我黑着那样东西 比如我是木 我是黑肚 如果我是金 我就砍木 我就是黑木 如果我是女命的话 就是她黑我 如果我是火的话 她是水 就变成了 我就知道我的呼声是什么 那我以忌 麻烦下一出口 麻烦 这个就简单点说 如果我们 刚才把刚才那个意象 就变出来就是 难命 如果你甲热木的话 你的七星就是土 土就代表冒几土 丙丁火 你的七星就是 金身金 火黑金 如果你的日干冒几土的话 你的七星就是任贵水 就是土黑水 而我们的 如果你的日干是更生金的话 你的七星就是甲月木 就是金 砧木 如果你的日干是任贵水的话 你的七星就是丙丁火 水黑火 那代表说 男命呢 我们看到这些就是我们的七星 女命下面呢 看到那些就是我们的呼声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 除了我们看了日之 我们那个十二地之 是指五卯有 人生自害 和神述丑味之外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去看我们的配偶的样子 反过来 这个呼声和七星 亦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配偶的样子 谢谢大家 下一张 首先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说 我们的配偶是金的话 他给了一个例子 如果我是男命 我是火 那我的配偶声 七星就是金 如果我的配偶声是金的话 我的配偶基本上是长得 这个皮肤呢 是比较白的 和比较细腻的 它的相貌呢 是端庄的 如果你说 我的配偶声是木的 比如他说 如果我是男命 我是属金 那我的配偶声是木 如果我是属女的话 我是属土 因为我的配偶声是木的 那属木的话 刚才说了 我的配偶 人就会比较生高大 和有点瘦气 第三 如果我的配偶声是水的话 我配偶的人就会长得比较肥 因为水就比较脏 肤色是较黑的 为人呢 水就流动了 比较肌灵的 相貌就平平了 下一张 麻烦 如果配偶声是火的话 人就长得比较标致亮丽一点 面色是偏向红润的 如果配偶声是土的话 配偶的人就长得敦厚结实 体型圆润 脂不会太高 样貌就平实的 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们两个知道了日资 和我们知道了我们的配偶声 其实呢 可以双配一起去看的 简单说 如果你的配偶是指五帽有 再加上 你的配偶声又是火的话 你的配偶一定是一个漂亮的人 一定是一个漂亮的人 反过来说 如果你是指五帽有 但问题是你的配偶声是土的话 代表了这个人 漂亮得来是比较平实的 平平实的 就不是花枝招展那只漂亮 而是平平实实的 就是很清淡那只漂亮的 要互相匹配 才可以具体地说到配偶的形象 当然如果大家查回自己的表 就可以看看 我的配偶究竟是怎样的呢 究竟现在 第一 要发现身边的人 和你心目中的配偶 就差一圆 差一圆 就差一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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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明白了 其实呢 涉及到这些问题 我还有一两个问题 都想问一下师傅 我们结束第一节 回来 我就想问一下师傅 好 打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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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掃吗